在上一章节我们学习了小程序的一些相关知识 本章节我们来讲解我们开发环境的一个准备 我们都知道我们无论学习什么语言 我们第一都是要配置这个语言的开发行业 才能进行代码的相关开发 这就是所谓的公寓善骑士 BCE骑气 我们本次的课程的话会分两个环境给大家讲解 一个是Linux的SentOS这种环境 讲解如何去搭建 一个是Windows的环境 讲解如何搭建 这里我知道有些同学他可能已经有Linux的基础或者说他平时都用Linux进行开发 还有些同学他可能一直在Windows下面进行开发 这个大家根据你们各自的情况 去选择不同的视频去看就可以了 本章节我们就是会分Linux跟Windows两个章节去讲解 然后的话这里我提前给大家去说明一下 我们本次课程的话老师开发的话会在Linux的SentOS里面进行开发 为什么呢 是因为第一是老师一直都是在Linux上面进行开发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的互联网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使用Linux 所以说如果是使用Windows的同学的话 当你学习完本课程之后 然后的话你们还是要去学习下Linux的相关知识 将开发环境配成Linux为你们以后做准备 讲解环境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个东西 他说虚拟机是什么 虚拟机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解释 这个解释一看都是我们说的 比较正经的一个解释 那老师把这句话翻译回来给大家讲一下 他是通过软件的技术 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另一个操作系统 而不影响原系统 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你看假如说你本机是Windows对吧 然后你想学习Linux 可能一下子把自己的Windows主机换成Linux系统的话 你会觉得 我可能很多操作都不知道怎么去做 会影响你的很多东西 虚拟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要通过安装一个虚拟机软件 就可以在你Windows上面 再去虚拟一个系统出来 然后这个系统跟Windows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测试完了用完之后就可以立即把它删掉 是不是非常好 虚拟机软件目前比较常用的两块软件 一款是Autoca的 Witcherbox 一个是VMware 那我们安装虚拟机 安装虚拟机的话 这里我们安装的是V5.1.8 大家可以去根据你们各的情况去安装也可以 但是我一般推荐的话 相当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或者说我本机经常用的一个版本 这个是下载V1.8的一个网址 还有一个是插线 插线的话是如果你是Windows主机的话 你想 连接到虚拟机里面 一般都要通过一个中单工具 这里我推荐大家使用插线 当然你们也可以使用其他的 好 这里我给大家打开这两个网址 这两个网址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在课程的一个文章里面都会把这两个网址给大家 一定不会让你们去敲这两个网址 因为它比较长 对吧 好 我们打开网址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第1个网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微博报告室的一个老版本的一个下载地址 因为微博报告室现在已经发展到6了 我们当他选的版本是什么 5.1.8 是这个版本 大家根据你们各自的情况 这个是Windows主机去安装的 这个是OS 是Mac系统去安装的 下面这个是其他的操作系统 你们根据你们不同的操作系统去下载不同的软件进行安装 还有个插线 插线的话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 也可以 第一个是上网搜 第二个就是这里都有很多的 你们去下载就可以了 第二个也可以就是说 我们在课程的 KQ群里面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 下载文档以及我们的一些 PPT上的一些网址的说明 你们可以直接打开那个网址进行下载也可以 好 所以说在这个课程当中 你们所需要的一些课件 或者说跟PPT相关的讲解的一些网址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加载到我们的 课程KQ群里面进行下载 群共享里面都会放这个东西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 而我们安装虚拟机需要注意什么呢 这里只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电脑需要知识虚拟化 你的BIOS要开启虚拟化知识 这里的话其实这句话真正的就是如果你是Windows的主机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这句话 因为我们迷迷的主机跟Mac主机的话它其实默着已经开启了虚拟化 所以说它就根本不就不需要去设置 而如果Windows主机的话 一般像以前的Windows7或者Windows再更新前的话他可能都没有开启 所以说需要你自己去BIOS里面设置 开启虚拟机这样的一个设置 关于安装的话我这里就不讲解了 因为你下载了那个东西之后然后你就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那我给大家看看安装之后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安装完了之后的话你打开你们的微软包括这样的一个软件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就是虚拟机软件的一个界面 你在Windows跟Linux里面或者Mac里面看到的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就可以为我们后面来去安装我们的Linux的Sendos 或者说你再装个Windows都没关系 你看老子这里他就装了一个Windows 对吧还有一个进入课 好在下一段期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去安装我们的Sendos 然后一起关系好和设置 谢谢大家 就是